台电为台湾带来了光明 即使台风下雨挂断电线 台电员工也风雨无阻进行抢救 而实际上除了提供可靠稳定的电力外 台电员工也自动自发 默默从事各种公益爱心活动 台电的慈善例行会从民国82年成立 会员每个月固定捐出200元 发行人卢女士再将每月累积 约五六万元的善款 捐赠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这200块真的是也不是很多 但是你200块自己要去做什么 没有办法做 但是你收起来收到五六万块钱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有一点作为 那我本来是想说 你给我看第一个我是真信 我是这样子 拿多少钱捐出去多少 第二个是要让同仁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你看有发生这么多病痛的 车祸的 或者是什么小孩子 就是没奶粉的 种种的 那你看了就觉得说 真的是应该 应该要有能力应该要多一点 然后一方面也会觉得说 要有感恩 我们真的很幸福就是了 台电员工的爱心就像是会传染似的 力量也越来越大 民国99年总管理处成立了志工团 发挥台电一家的精神 结合社会资源 善尽企业公民责任 举办了无论是经商环抱 社区服务 人文关怀等二十场的活动 不一样的路就是台电的同仁利用工作 公寓的时间 非常满时间 走向外面 走到社区 去做一些 像环境保护啦 社区的服务啦 社会的人文关怀 那我们是最希望说能够慢慢的 逐渐的导入到院 毕竟我们是一个电力公司的服务公司 我们希望说在节能简单 用电安全 甚至于像最近的绿人 我们能够协助政府去做一些倡导的工作 目前台电志工团在全国已经有53个服务团 共计2000多位的志工投入 除了关怀弱势 激难救助与环境环保之外 还发挥台电的本业 推广节约用电与用电安全 未来人将持续地与地方政府合作 或与慈善环保机构一业结盟 提供多元利他作为 与台湾社会共融共利共存 台电公司综合报导